重庆冠军杯女子抽签的结果已经正式出炉了 32位顶尖选手汇聚山城来争夺这座极具分量的冠军奖杯 在女队方面 中国队除了受邀参加世界排名前四的选手之外 两张外卡给到了何卓嘉以及陈信彤 那么通过分组抽签来看的话 中国队首轮都遭遇到了实力比较强大的对手 那么除了孙颖沙首轮的对手相对偏弱之外 陈梦首轮将会面对实力非常强大的法国本土新星帕瓦德 相信这名混血的法国小将 也是给国平球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在去年的混合团体世界杯 还是今年的视频赛团体赛上 大家对他都应该有很深的印象 而汪曼玉的话 首轮则是遇到了伊藤美成 这也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对手 同时中国队总共参赛的六位选手当中 有四位都分到了下半区 除了咱们刚刚提到的王曼玉 作为二号种子自动分到下半区之外 王毅迪抽到了四分之三的半区 同时何卓嘉以及陈信彤 也都分属于四分之三和四分之四的半区 所以说下半区是中国选手扎堆出现的 而王曼玉的话呢 在前两轮比赛的对手实力都是比较强的 首轮面对伊藤美成四轮 大概率将会遭遇到平野梅玉 所以说他的一个赛程是比较健的 如果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两名日本选手的封堵的话 他将在八强战当中大概率碰到陈信彤 所以对于王曼玉来说这届冠军备的赛程是极其艰难的 而陈梦的话呢 首轮的对手是帕瓦德之外 那么如果在八强当中顺利的话 他应该也会遇到日本队的另外一位主力选手 已经获得了参加奥运会资格的张本美和 相对而言 孙颖莎的抽签分组形式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在他这个小半区除了早田希娜之外 并没有什么实力太强的选手 而且想要碰到早田希娜的话 估计也要等到八进四的比赛才能够碰到了 那也祝愿这次中国乒乓球队的选手 能够在重庆冠军杯的比赛当中 有着出色的发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